Hello 又是我光頭仔 Jason 終於都可以介紹這個Track的EMONDA公路車 長年以來EMONDA基本上是代表著輕身的爬山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2023年的環化爬山冠軍就是踩著這架EMONDA EMONDA究竟這兩年有什麼改動呢? 究竟它新款EMONDA用了什麼技術放在這輛車上呢? 想留意長城的話呢?繼續看下去吧! 為了支持我們拍多些好片給大家 記得Like這條片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最新的數據告訴你 在現今頂級單車比賽當中不是一尾追求輕量的 空氣力學其實同樣重要 好像UCI規定比賽的車不可以超過6.8kg 但實際上的單車有不少都不止這個數字 它多了重量很多時候就放在車的管材當中 務求做到多些空氣力學擾流的作用 當中節省的WALK數 可能是被減輕的車身的重量是不相伯眾的 TRACK作為多年參與單車頂級比賽的品牌 當然知道這一點了 所以今次這個EMONDA的升級 它就運用了超級電腦和AI去平衡了不同管材有效的形狀和重量 務求找到一個最佳的組合 TRACK用了兩套系統去協助它設計車架 第一套系統叫Flightlight Elements Analysis 這套系統就是模擬不同的管材形狀 對於駕駛者和路面狀況的反應究竟會如何 另一套系統叫做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這一個是用電腦去模擬空氣力學 流過車架時的效率 經過這兩套系統設計出來的車架 配合實際的風動測試 提高的效率相當顯著 根據TRACK的官方資料 在平衡路底下 在一個小時的奇行裏 相對上一代 其實它足足快了60秒、一分鐘 不單止這樣 它還會把車架交給他們頂級車隊的車手 去做親身測試 務求達到理論和實際兼備 作為一個定位 在速度的爬山車當中 引入這麼多L-Dynamic空氣力學的元素 究竟TRACK是怎樣可以做到 既可以輕身 但又同時保持這個強度 有難於TRACK用了25年 累積去建立一個叫做 Optimal Compaction Low Voice的碳纖維技術 這個技術可以分開兩部分解釋 第一部分就是Optimal Compaction 這部分就是利用碳纖維不同的部分 融合樹脂 你用這個熱力和壓力 壓成它理想的形狀 這個熱力和壓力的掌握 TRACK是它的商業秘密武器 另一部分就是Low Voil 這個紙就是在碳纖維生產過程中 減少它裡面的空氣 如果它裡面有空氣的話 會影響到它的耐用性和強度 而TRACK生產出來的碳纖維 其實它已經達到航態級別 新款EMONDA SLR頂級的車架 已經用了最新TRACK OC-LV88的碳纖維 它相對於上一代700 它的強度足足升了30% 意味著它用更少的物料做到同一個強度 整個車架也輕一點 我眼前這輛SL系列都用了500的碳纖維 吸震得來更加經濟 講到EMONDA燈山之王 我當然要講講它的車架幾何geometry TRACK在設計公路單車當中 有它一套合輯 它過往會做一個叫H1 就是一個比較aggressive的坐姿 H1以Speed Concept來講 中馬架的Stack與Reach的比例 是1.24 十分aggressive 而另一邊還有一個叫H2的Concept 應用在Dumani這些長途Endurance的單車當中 它52尺寸Stack與Reach的比例是1.51 踩上去十分之舒服 而新腿EMONDA用了最新的Concept 就叫H1.5 你看數字都知道它是介乎在1和2中間 在52尺寸為例 Stack與Reach的比例是1.39 它給予一個舒適一點的騎行姿勢 同時當你要是衝刺 一樣是可以給你一個相對aggressive的position 新腹EMONDA基本上是採用全走內線的車架設計 即使SL系列用這個鋁合金車把都可以通過這個鵝頸位置 將一些線材走回車架裏面 而頂級SLR的車更加選用了碳纖維一體式的車把 如果個人最喜歡的一個車架的細節位 就是它Hackset裏面這個扭出來寫著高高高的字樣 悶未得來也帶點單車仔的幽默感 另一個要講一講的就是 今次EMONDA選用了T47的BB制式 這個制式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BB的直徑比較大一些 令到它全車最受力不通管這個位置 受力就平均一些 在車架設計來說 這個位置就變相可以做薄一些 減少整架車的重量 亦都解釋到為什麼這個BB30這麼流行的原因 但這種Plex Fit壓入式的BB 過往都有些公差的問題 衍生出就是這個T47的第二個好處 就是它是扭牙設計的 減少這個公差的問題 而兼且因為它的直徑是比較粗的關係 可以應用到好像這個30mm或者24mm的Spindle 方便將來升級換車的 傳統系統方面它不同型號有不同配置 好像我眼前這個SL6為例 它用了SRAM的Rival電子轉波系統 給到你彈指之間轉波的樂趣 但是同一時間它都留了這個生口位 給你譬如要轉這個SRAM的電鍵 甚至乎機械鍵都沒有問題 後面就是12速飛輪 最大去到36T 一定是給到你無論是平路或者爬波 一個適當的波段去配合你的腳頻 作為一個競賽級別的公路車 現在我們都是很講數據化的 即使這個SL6為例 它原裝已經跟了這個SRAM的Rival Power Meter 完全是給你掌握著你的Performance 制動系統方面 同樣是選用了SRAM Rival的 Direct Mount油製碟紮設計 前後碟都用了160mm的Centralock 輪組方面 SL6選用了自家Bond Tracker 碳纖維Elite輪組 它是Tubeless Ready 寬高35mm 輪組同樣是Bond Tracker 25C 配合車架設計 最大可以放到28mm的輪胎 其他配置方面 SRAM用了Bond Tracker自家的Blender系統 看上去跟其他的鵝頸沒什麼分別 但它可以利用鵝頸前面的兩顆螺絲 配合不同的馬錶座或燈座 去加不同的配置 而座位方面 碳纖維的座管 和Bond Tracker 看上去跑車型中間有坑紋的座位 接下來當然要曝一曝它有多重 這個EMONDA SL6尺寸50的乘車 重量就是8.5kg 今天介紹了TRACK新款EMONDA的設計和賣點 是否很吸引呢 相對於麥當和Dumani 究竟你會怎樣選擇呢 不妨留言給我們交流一下 除了這個TRACK EMONDA之外 還有其他系列的公路車都登錄了Jolly Map 歡迎來我們的網站和門市選購 如果對這個車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在留言給我們 盡快為大家解答 不想錯過其他精彩的產品 介紹Woodlock資訊和教學示範 記得Like這段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 請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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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